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穀 辛酒和油 又加征他的金银 他却以此供奉巴力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 初九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五穀 辛酒收回 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是在和西亚书里面的一个控告 是一个对于他审判的一个控告 我们知道先知和西亚的时代 是南国跟北国在政治上最太平 在经济上最繁荣的时期 因着发展贸易 他的经济是一片的繁荣 不过在社会的方面 那些不公平的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 例如说贿赂 或者是缺乏政治 奸诈 行骗 甚至人民的道德生活越来越腐败 不但如此 神的百姓违背了神的律法 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献祭的礼仪 但是他们却同样的 在同一个时刻 他们随从在迦南地 那些人民的风俗 他们去敬拜巴力 这个巴力神 是掌管风雨 和这些生物繁殖的神奇 巴力的敬拜的礼仪 是透过男祭司和女祭司 透过行营 透过行营的做法 来带来盼望 甚至带来雨水 使土地丰收 使人跟牲畜 能够有许许多多的繁衍的后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好像似乎会给人一种错觉 就是好像这一切的祝福 或者是说 这些所谓的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是因着敬拜巴力所得到的 但是事实上 这些事实是被蒙蔽的 就像和西亚的太太歌面 他一直以为 他所领受 他所得到的这个饼 水 羊毛 麻 油 和酒 都是他 所爱的对象 或者是说 他行营的对象 所给他的 其实 这些所拥有的一切 是上帝所给的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所能够有五谷 能够有新酒 能够有酒 有金银 这些原来是上帝所赐的 有些人他们以为 他所有拥有的一切 是自己流血 流汗 他发愤图强 他用尽一切 努力所得来的 殊不知 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那一口气 那一口存活的气 我们哪有办法 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如果没有了那一口气 我们其实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当身体不舒服 生病了 我们才会想到 原来健康是这么的宝贵 当我们没有办法行动自如 我们才发现 自由是这么样的恩典 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恩典 因着恩典 我们可以活着 因着恩典 我们可以经历丰收 因着恩典 我们可以成就许多美好的事 原来 这一切都是恩典 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非常重要的提醒 主原来 我们能够活着 是因着你的恩典 主原来 在你的恩典里面 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么多 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的丰富 我们的丰收 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恩典里面 甚至我们活着 也是你的恩典 我们的健康 也是你的恩典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再次的 透过今天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实实感恩的人 透过我们的感谢 再次的看见 一切都是恩典 使我们知道 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在你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能够领受的 主要求你祝福我们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一个 数算恩典的人 我们这样子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